连日来我省各地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举措 从严从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全力遏制疫情扩散 坚决守住防控底线 沈阳市暂停举办各类演出 集市促销 展销 聚餐 50人以上会议等线下聚集性活动 避免增加疫情传播风险 针对孕产妇 危重症患者等特殊就医群体 沈阳市制定了应急预案 同时在机场 火车站 客运站 高速口 增设多个免费核酸检测点位 满足来返沈人员的核酸检测需求 每天20小时 每主是6个人 然后进行白班和夜班的三主岛 为最后一个航班旅客进行核酸检测之后 我们才可以休息 复兴市启动应急响应 迅速开展封闭管控流调溯源 人员排查 集中隔离 核酸检测 设计场所 消毒 消杀等工作 对主城区 集中生活区实行封闭管理 复兴市职机关党员干部 对接社区全力投入到核酸检测 宣传动员等工作中 我们一直工作到凌晨1点 今早6点半又开始监测 丹东市设立6个综合督察组 5个专项督察组 迅速开展各项督导检查工作 各地区发挥七合一 多点触发预警机制作用 落实农村地区五级包保制度 和网格化管理制度 对重点地区来返人员 分类做好健康管理 实行集中隔离 同时细化完善各项应急预案 葫芦岛市从严管理公共场所 加强高速口车站港口等重点部位 和重点环节的管控 发挥好大数据排查作用 致密疫情防控网 同时 葫芦岛市组建工作专班 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落实好复工复产各项政策措施 在铁岭市高速路口检查点 公安 交通 卫健等部门 对来返铁岭的车辆人员 进行仔细排查 职勤人员实行24小时轮班制 对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车辆人员 进行严密管控 力保疫情防控 不漏一车一人 由交警分流 大车小车分开 以后营运车辆由我们来检查 登记 如果发现问题 就是移交到卫健委 如果他们派专业去处理 合格的车辆 咱们是立刻放行 本台综合报道